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 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所谓习近平健康问题的传言不断 真假难辨 大家这个时候巴不得他出事 甚至是党内可能不同层次的都有各样的情绪 明明在倒退吧 你还反着直路为马 就是说一个是改革家 这个提法一定是在中国引起巨大的争议和反响 这属于新华社的特考 而且要得到习近平的声音 三中全会开幕第一天发出来 过一两天不见了 其实有打脸的感觉 这个新华社有点低级红了高级黑 16岁在梁家河就开始搞改革了 光阳了 这个腾笼换鸟的功劳也记载了习近平头上 本来华国锋是支持改革的 11届六中全会上的大家一拥而上 最后直接就是全面否定文革 否定毛泽东 华国锋很快就下台了 请订阅精英论坛 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 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 欢迎大家关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